中国古代 预言故事 老马识图 公元前663年 齐桓公出兵讨伐孤祝国 随军出发的有一个名叫管仲的大臣 知识渊博 组织多谋 战争从春季开始 凯旋时已是冬天 山川草木变了样子 齐军不熟悉孤祝地理 途中迷失了道路 到夜间 天黑雾农 阴风惨惨 点火把照明 风一吹就熄 行路更分不清东南西北 管仲下令击鼓敲锣 将齐军汇集拢来 先扎营住下再说 天亮了 齐桓公发觉 原来齐军已走入一个地势险要的山谷 赶忙派出几只人马 分头寻找出路 可是 山高鼓深 到处抖避悬崖 派出的人马左盘右旋 怎么也摸不出去 齐桓公急得不知怎么办才好 观众说 老马之志可用也 于是 吩咐将几匹老马的沛箱解开 放他们自由行走 齐军跟在老马后面 走着走着 居然弯弯曲曲出了骨口 后面 出现了一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